西乡龙圣大怒 把女孩送来的饭团子小悬鱼是掀翻在地 我绝食 我不活了 诸文灯下焚流窃 事后烟山欲故人 隔断死生终不敌意 人间罪窃 是真情 继续说 日本近代史 上回讲到萨摩藩族岛金齐兵 突然死了 岛金齐兵正在壮年 也没有什么病 也史上说 是他的父亲岛金齐姓 把他给堵死了 岛金齐兵死后 由他的弟弟岛金九公继承大权 延续齐兵变革维新的道路 在京都的西乡龙圣 为了躲避幕府的追捕 保护朗仪派的僧人 月照和尚 离开京都返回萨摩 没想到一到萨摩 就被岛金九光给关押了起来 原来就在西乡龙圣 从京都返回萨摩途中的这一个月内 孝明天皇传秘子的事已经东窗事发了 锦衣执币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朗仪势力 锦衣执币的这个安政大狱 连朝廷公卿的敬畏中西 幕府玉山家 随护藩的得穿其招 都不能幸免 接任 薩摩藩族的岛金九光 虽然继承了兄长的遗志 但此人胆小怕事 既没有骑兵的才能 也没有骑兵的威望 九光认为自己刚刚掌权不久 藩内未免有幕府的眼线 月照和西乡龙圣 都是幕府的通缉犯应该谨慎行事 不和幕府作对 便把两人给关押了起来 到今骑兵临死前 给九光留下了两个重要的人才 也可以说是顾命大臣 一个是小松带刀 另一个是大九宝利通 这两人都是西乡龙圣的智友 拼命死贱 说西乡龙圣是前藩主的左膀右臂 都是按前藩主的命令在行事 本来没有任何过错 月照和尚则是 尽畏中西托付的人才 如果把这两个人交给了幕府 一是违背了前藩主的遗愿 会让萨摩藩的武士心寒 二得罪了朝廷的高官 也得罪了夏圣子的孝明天皇 千万不能把两人给交出去 岛金九光是个没有主意的人 想想也有道理 于是就下令把月照发配到日相国 西乡龙圣请求同行 岛金九光也准许了 日相国在哪里呢 日相国也是萨摩藩的领地 属于这个萨摩藩的边缘地区 于是两人成了被发配的罪犯 戴上了刑具向日相国出发 走了那么十几天 从萨摩到日相中间有一条水路 借差压着他们上船 开始渡江 船刚到河中央 直接两个借差眼缝凶光 撑啦啦 从腰间拔出五十刀 对着月照说 我们受了二剑士的嘱托 在此要你的性命 你要吃馄饨 还是要吃板刀面 他们说的这个二剑士是谁呢 他是日相国的地方官员 暗中受了幕府的指示 要再次行凶 馄饨和板刀面呢 都是黑话 所谓的馄饨就是扔在河里 直接淹死 板刀面呢 就是用刀把你给剁了 越早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 对西乡龙圣说 他们要的只是我一个人的命 和你无关 你要活下去 遵循萨摩公的一致 尊王朗仪 说完扭过脸来 对街差说 不让二位动手啦 我自己了绝了 便是 所把一头扎入了水中 是偷河自尽 那个年代的人 除了这个渔民 基本上都是汉鸭子 就像中国古代的屈原 这个偷河和上吊一样 都是自杀 只有死路一条 西乡龙圣 尖叫一声 高声 一把没有拉住 月照 已经 透露了合纵 月照的至今 对西乡龙圣的打击太大了 后来中国的白日卫星 戊虚六君子的 谭思彤曾经对梁启昭说 曾荫处旧 月照西乡 吾与足下 分论之 这是什么意思呢 谭思彤把月照和西乡龙圣 笔映成中国古代的 曾荫和公孙处旧 曾荫和公孙处旧的故事 大家应该不陌生 赵氏孤儿中的两个主人公 曾经被 陈凯歌导演拍成过电影 葛优和张峰毅演的 这两个主人公 为了搭救赵氏孤儿 公孙处旧 在奸臣 图案谷的面前 选择了 慷慨就义 把抚养孤儿的兼具任务 托付给了陈英 赵氏孤儿的情节呢 就不多讲了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往上查一查 都有 当时月照 就是这样的想法 幕府抓捕的是月照 和你西乡龙圣 没有关系 我死了 你就能活下来 为革命事业 留下火种 看到这个月照 投河自尽 西乡龙圣这个后悔 骂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 敬畏中西千叮银万祖府 把月照交给我 让我保护下来 我还有什么脸 活在世上 巴巴巴 追随我的主人 岛尖骑兵一起去的吧 想到这里 西乡龙圣 也一头 扎入水中 投河自尽 投河自尽 两个借差呢 本身只是寿命而来 见他们都投河自杀了 就回去教练 不提 但说西乡龙圣啊 明智为心的苏胆啊 不可能就这么 不明不白的死掉 他会游泳吗 当然不会 跳入河中 呛了两口水 就失去知觉 不省人事 等他醒来的时候 才知道 是当地的农民救了他 纯粹是简单一条命啊 在农民家里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 基本恢复了健康 其间也打听到 岳照和尚投赫后 不幸身亡 又过了一段日子 西乡龙圣的节义兄弟大丘宝利通 到了这里 现在的这个大丘宝利通啊 是岛金九光身边的红人啊 除了小松带刀啊 就是他说了算 大丘宝利通说 这次 你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啊 两个借差 回去禀报 说你和岳照 投赫都已经死了 国父 也为你们 修坟立幕 现在谁都知道 你已经死了 幕府也不会追查你的下落 我到处打军 才知道你被救了 小松带刀和国父 商议下来 认为现在风声寒警 你不意抛头露面 因此 国父让你 改名叫做 菊池原武 暂时把你发配到燕眉岛 等分松过后 我立刻 薄举你 再次出山 就这样 西乡龙圣在1858年的12月 化名菊池原武 发配到了燕眉岛 燕眉岛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啊 已经不是日本的领土了 燕眉岛隶属于 琉球的一个岛屿 位于琉球祖岛和 萨摩藩的中间 以前在这个万历抗日战争 这个系列中讲过 琉球王国早在1609年 受到萨摩藩的侵略 被迫写下了 香书顺表 之后呢 这个琉球就相当于 萨摩藩的一个附属国 萨摩藩在琉球的各个岛屿 安插了自己的官员 已经统治了两百多年了 把西乡龙圣发配到燕眉岛的目的 是为了躲避幕府的眼线 临行前 大九宝力通 抓着 西乡的双手啊 大哥请放心 少折一个月 多折不超过三个月 我一定保险你再次出山 西乡龙圣也是勒泪盈眶 兄弟两人是傻泪分别 到了燕眉岛 西乡龙圣被关进了牢房 说是牢房啊 比狗窝还要破 市面没有墙 直接是栅栏 就像养鸡场的那个鸡笼子 风吹雨淋都在里面 拉屎杀尿也在里面 屎尿直接从地板的缝隙中 掉下去 每天会有一个老头 来打扫粪尿 这个老头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胡子拉打长 整天是醉醺醺的样子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上午和傍晚 每天会来送两只饭 也不说话 把盘子塞进牢房 就走了 伙食极其简单 每顿饭就是一个饭团子 加上一条小鲜鱼 西乡龙圣也不是没有过过穷日子 伙食简单 也不在乎 西乡龙圣在这里是度日如年啊 并不是因为这个生活艰苦 是因为大九宝利通说 少则一个月 多则不超过三个月 就会宝举他回去 可是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四五个月了 还是秒无音讯 西乡龙圣终于是人无可能 难道连我的结义兄弟 大九宝利通都在骗我吗 既然被关在这里 那么我活下去 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天送饭的女子又来了 还是一个饭团子 加一条小鲜鱼 西乡龙圣本来心情就不好 无名火起啊 又是饭团子 小鲜鱼 这几个月 我吃了一百个饭团子 加小鲜鱼 今天起 我不吃了 我绝食 于是把装的 饭团子和小鲜鱼的这个盘子 是掀翻 在地 送饭的女子 和网称一样 毫无表情的 把剑在自己脸上 和衣服上的这个饭粒 给挡了一挡 一声不响的 离开了 这时 扫地的老头 走进前来 你这人啊 自己不顺心 发脾气欺负那家小姑娘做啥 罪过呀 罪过 几个月来啊 这个老头 天天都是罪欣欣的样子 今天还是第一次 主动和西乡龙圣说话 西乡龙圣有心事啊 也不愿意告诉这个罪鬼 自言自语地说 眼却安置洪湖之志 大丈夫自在四方 现在被关在这个 鸡笼子里 生不如死 从现在起 我绝食了 我要追随 萨莫宫 从那天起 西乡龙圣果然开始绝食啊 这是岛经骑兵死后 西乡龙圣第三次寻求自杀 第一次是上吊 第二次投河 第三次是绝食 前两次呢 都被人救了 第三次绝食啊 我自己把自己饿死总行了吧 那个女孩每天寒室 照样送来饭坛之小悬疑 西乡龙圣是一次一次的 把盘子掀翻在地 绝食到了这个第三天啊 老头实在看不过去了 走到饶坊前 轻声说 我说 你是不是叫西乡吉子处啊 西乡龙圣大吃一惊啊 因为他来到这个岛上是化名 菊池原武啊 没人知道他就是西乡龙圣 这个罪老头怎么会是知道呢 老头一看他没有回答就说明自己没有猜错 记者说 相处了几个月 我也没有 自我介绍一下 老夫 名叫 川口雪盆 西乡龙圣大吃一惊了 什么 您就是著名的书法侠 川口雪盆吗 您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这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这是的啊 你说真话 就会受到打压 我看不惯 幕府官员滥用职权 欺压民众言论啊 就说了一句 不要分控要自由 于是就成了寻衅知识 被发配到这里来了 寻衅知识寻衅知识 我的罪可比你轻 所以不像你要被关进鸡笼子 西乡龙圣叹了一口气 唉 看来先生也是有志向的人啊 嘿嘿 志向 谈不上 我只是做我能做的事 不像你呀 发脾气 寻死 我说你呀 寻死就寻死吧 为什么要去糟蹋 小姑娘送来的粮食呢 你可知道啊 这一个饭团子加一条小巡鱼 对人家来说 可比是满汉全席啊 唉 西乡龙圣不理解 此话怎讲 请先声指教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 穿口血盆开始讲燕眉岛上的事情 这个燕眉岛 是琉球王国最北侧的岛屿 岛上男女老少 住有一万来人 两百年前 琉球王国臣服于萨摩 所以萨摩藩 派官员在岛上实施统治 萨摩执行的就是殖民主义制度 整个琉球都是被剥削的对象 燕眉岛也不例外 翻例 强迫这里的岛民 种植甘蔗 制造 浙堂 这个呢 以前也讲过 浙堂是萨摩藩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作为被殖民统治的这个琉球王国呢 就担负着这个制堂业的使命 如果还不成指标 就要遭受毒打 岛上的男女老少 上至七十岁的老手 下至十岁的儿童 都要下地种甘蔗 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白天种地 晚上还要点起火把 把收割的甘蔗 榨成糖水 进行加工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是天天如此 为了完成制堂的指标 岛上所有的农田 都被改成了甘蔗地 岛上粮食齐缺 这里的人 吃的是萨摩运来的俗粉 西藏龙生 不理解 请问先生 何谓俗粉 俗粉 你不知道吗 就是玉米 啃完后 顺下那根心啊 把那根心晒干后 磨成粉 就叫俗粉 西藏龙生 不由心头一震 天哪 我还以为我出身贫困啊 没想到这里的岛民吃的 还不如萨摩的一头猪啊 这不成了人框了吗 可不是啊 人框啊 有俗粉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奢望了 如果玩不成指标啊 可连俗粉 都吃不上 穿口血盆 继续说 你知道 每天给你送饭的那个女孩是谁吗 她是村长的女儿 名叫艾迦娜 号称燕眉岛的花木兰 不但正义感强 含了你的一手 好拳脚 你三番两次 把她送来的 饭给糟蹋了 我告诉你啊 人家可不是怕你啊 是对萨摩人不屑一顾 你可知道 那一个饭团子和一条小悬鱼 可是全村的人从牙粪中省出来的 这里的岛民除了薯粉 什么吃的都没有 因为他家是村长 才有那么一点点 能量的伙食 都给了你呀 听到这里 西小龙神满脸惭愧 说道 多谢先生之教 要不我可犯下了大错了 请先生告诉我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这就对啦 雪盆一拍大腿 你要做的事 是必须活下来 作为武士 活下来 拯救黎民百姓 才是你的职责啊 雪盆的一番话 让西香龙神满起了活下来的信念 这才引出下文书 西香龙神要大闹 燕没倒 再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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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言